阿廖 其实整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暴雨中进行 这是不是也影响了两队的发挥有一定的限制呢 我觉得场地条件根本没办法踢正常的足球 两边完全就是开大脚嘛 俗话说 所以说质量非常的低 这个场地上比赛 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非常遗憾 那么最后时刻被对手绝杀 你认为这场吃力 对于球队来说有什么最重要的总结呢 我觉得场地没什么可总结的 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都太困难了 进的球基本都是运气球 所以只要我们在场上拼尽全力就够了 好的 谢谢